中国必须要实行联邦制 台湾要独立 香港要独立 广东要独立 西藏要独立 新疆必须独立 更重要的 共产党干掉的第一天起 所有中国人必须要得到宣布 所有人拥有的房产是永久产权 细节大家可以商量 但是灭掉共产党第一天 任何党在中国执政 你不宣布这以上的问题 那老子就跟你玩命 灭完共就灭你 第二 所有欠银行的钱 一概不能付 包括信用卡 共产党的一百年在中国 打土豪分田地 和中国这一百年生生死死 几十亿人口创造的财富 被共产党完全是垄断的 任何在中国大地上的人 都是被剥削者 或被剥削的后代 或被剥削了几代 这个土地上的财富 从来就没供品过 一个钱都不能付 因为那些银行权都是不合法的 第三件事 必须实现中国一人一票选举 现在用AI 用电脑 用区块链 那就一点假 你也造不了 没这个选举 什么都是非怕的 最后中国真的要 修生养息 让土地 让山川 让河流 恢复到安静自然 让中国家庭 爱父亲 爱母亲 爱兄弟 爱姐妹 不要口出恶语 不要把河流 山川全污染了 要相信轮回报应 只要中国人相信轮回报应了 比你什么样的党权力都大 一个一直盖监狱的国家 一定是个最糟糕的国家 钱不是杀出来的 政府的威望也不是杀出来的 也不是拿着枪刀逼出来的 更不可能共产党所说 中国人不配用民主法则 我耳的八本主动 台湾 香港 新加坡海外华人 已经告诉了你 中国人在任何一个民主法治社会 都是最守法的 最有纪律的 最受人尊重的 还是最勤劳的 我没有任何种族歧视 我越活越觉得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最棒的民族 这个国家必将强大 谁也挡不住 他只是付出多少代价而已 是多长时间而已 他的强大绝不会来自于独裁 不会来自中国共产党